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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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PR4的话单圈应该是算比较快的一个成绩了 是59或00这个名字的成绩 应该是0.1 其实阿布尼的话除了第一个弯道跟PR4的一个对抗 后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 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的这个成绩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名字变化 这四位选手在进入第二圈的时候 因为这个太过于稳定性 是吧 是 目前的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失误 看下这个小小小小小小小过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最后的3.8万 人站前进入过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其实后面阿布尼的一个后追度是相当的极限的 但前面的话也真的没有拉进去 可以想到K24自己的一个路线 哇 1分57秒56拿下了第一张赛道 只能说K24在退役后啊 这二十天整体 我感觉他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拿到第一 四名选手都是用到鼠车起步的话相同的一个跑法 看一下这局比赛的一个起步 CFR的轻瘦现在只在一个低迷的位置 四个鼠车目前进入到连续的弹射点 看一下大家的一个路线 是 这边阿布尼出现拖飘直接上墙 哦 这里亲手也出现了一个路线偏差之后 被K24卡到 然后抓住机会 现在K24是在一个领跑 是 这边淡气延续的话看一下 哦 阿布尼这里点了扶位 而且放了淡气之后 下面的话是要进行卡气的 淡气延续是做上了 但是没有了淡气 结果K24依然是在前面做一个领跑 输别的这个位置 想要做一个对抗的话太难了 是 现在四名选手的一个距离 差的有点多 这边出完的话也是出现点问题 又变成了一个单机啊 大家 这个距离没有对抗的话 那就是 持操作 持极限 这边 出别直接双插过来 轻瘦的一个距离也是比较接近了 看一下这个路线更好一些 直接拉近距离 已经来到跳台了 看一下K24这里并没有 哦 这边卡了一下个位置 并没有成功的上来啊 对 有一点失误 看一下 舒别下去了吗 看一下最终 是K24拿到第一名 清兽拿到第二名 清兽下一张来选拖 那这个阿布尼选拖的王图 变成了王图 是 这个也是没有想到嘛 自己起步的话 也是被对抗到了 对 来看一下 这些开局的一个起步 看一下起步过来 第一个弯道 有三个人卡一起 这一局开局起步 目前阿布尼的海神在前面领跑 但是在这一段路线上面 迅捷流行一靠卡 这边卡 风风掉下去了 这里没有卡上去的话 其实这个路线就非常的远了 是 这个路线的话 一下子就拉 是比较大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 对于阿布尼来说 选出海神 是 这边角度不是很好 没有听到这个 前奔路里村 撞了一下之后 清兽也上来了 是 在这边选择走一个 右边的路线 前面开二次 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领跑 而且他赛车也是比较柔势的 对 这一局阿布尼拿到海神的话 就一定要去争夺 这个第二名的位置 是 这样的话他就能够 一是选途 对 可以打一个赛事反制嘛 看这个清兽也上来了 架势指挥官 这个距离 对于书别来说 这局可能就走远了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距离 看这边再蹭一次 我没有卡到 但是也没有掉下去 还是比较稳定啊 但是阿布尼刚才的这个节奏也是 在龙身上出现了点问题 已经掉落到第三名的位置 而且目前K24 这个距离想后追完了 是两次的一个路线都不是特别好啊 就没有把控好这个角度 对 第一次还可以接受 第二次就直接撞上去了 是两次都有点偏左了 第一次也是靠左直接撞到那个长脚 对 K24这里一个迅捷流星 在前面炒一个单机 我觉得阿布尼选择这张图 用海神的一个情况 可能是他不是特别的擅长这张图 然后打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赛车特别 最后一个1分55秒02的成绩 拿下了龙头灯海 让我们恭喜K24 先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那同样的话 出别 这局比赛 是没有完成差一点点 有点可惜 是的 后续的话还是有点紧张嘛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K24的一个赛点局 来自青瘦的选拖 是来看本局的一个 在发挥 开局起步王图加成啊 青瘦先来到一个领跑位的优势 是来看这边过来一个内弯 顶到 但是在前期整体的一个路线来说 非夜神州它是一个比较宽的赛道 是它的路线选择很广 所以这张图就更加奠定了 很多关键的一个点的对方 比如说室内的一个进到点 如果看这边过来的话 双方的距离没有拉开 这个路线 下来以后有点拉近了 再来到一个连弯 这个点看一下会不会被卡到 是这顶着飘看一下 顺利过来的速度有点影响 节奏控一下刚才青瘦也是 多卡了一下期之后 目前依然跟在K24身后 再找机会 一个弯再过一个U弯 这个进到点 K24的 K24的 那道卡得很死 并不给到青瘦任何机会 同样这个甩尾又是跟车跟得很紧 这个延续点 看一下青瘦和K24的一个完成度 同样阿布尼也跟上来了 这个距离 墨地没问题 但是这里延续青瘦 做得更好阿 K24这里 是K24这边停下去了 看一下这边淡气延续出现的问题 那么青瘦最后一个甩尾也没有问题 可以拿下第一名 哇 没问题 1分21秒44拿下比赛 青瘦选择出了自己的王国 而且紧跟K24的情况下 拿下了这分 就是因为一个淡气延续的失误 你看青瘦和K24两个人 还交流交流 来看一下这比赛的一个开局起步 亲手先冲出来和K24走的右侧 看这里有没有对抗 没有 先后走的这边过来 没有淡气延续上 他已经甩尾 K24又是指在一个领先的位置 而同样这第一个加赛并没有蹭到 第二个阿布尼没蹭到 是 再次歪的 哎呦 这里连续的碰撞 阿布尼飘移 调整路线 谁像这个飘飞过来落地情况 这边也靠右 而且顶着阿布尼做一个飘移 今天雷诺那个对抗 你直接卡在阿布尼 这就是雷诺 大家赶紧去攻防 是 返场了 赶紧收入南中 赶紧揣一波吧 这个 这就是对抗 是 这个就是绵牙式的对抗 这边提前飘了 没有踩到胶带 没踩上 之后 目前的这个距离 帕尔斯太远了 这过轻瘦 出在第二面的位置 帕尔斯这边过来看一下 稍微有点歪 过来这个先弹跳点的一个甩尾 帕尔斯是点了复位的 但是这个距离 依然是太远了 对帕尔斯来说 这个赛点局收入囊中了 帕尔斯这距离稍微有点远 看后面的舒适 和轻瘦一个路线 稍微有点歪 弹 弹 弹过来之后 轻瘦和舒别 两个人跟得很近 而且这段路 是 前面天尔斯 已经领先了两个弯道 我这边轻瘦自己下去了 下去之后点了复位 这个距离 天尔斯要通吃啊 感觉 是 这个距离的话 应该马上就要完成充限了 最后一个飘飞点 看一下 直接会放弹气 这里路线再次出现偏差 看一下最后1分36秒07 舒别 这个测直接放弹气 直接露力喷了 冲向重点 40秒成绩 看最终 哇 轻瘦和阿布尼 都没有完成 有点可惜啊 是 无情 这个是确实要比很多一点的 一个老人4比0 比0 1比0 看一下 又来到我们的首图11层 双方都是选用到指挥官 这次两位神尔用到指挥官的话 就到这次开局起步 都是一个右段位过来 对 整个队位的这个摔尾 这边舒别 这边阿布尼卡上墙 这一个开局的一个沿 这个路线啊 就被卡到之后 这里想要弹 但是并没有拐出来 拖了一下 人是好人 车是好车 但是这波操作 并不是很理想 又上墙了 太着急了 这边想走一个比较极限的路线 那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阿布尼就领先了一个弯道 在这边凑层拉过来 看几点的一个最大分 后面舒别的距离 稍微有点远了 这段距离 对于阿布尼来说 他甚至可以选择一个 非常非常稳定的跑法 这个距离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跑法 看这边三连发展弯过来 确实相比 刚刚第一轮的11层 现在阿布尼的一个路线 确实没有刚才极限了 对 刚刚我看到他每一个弯的 非常地贴 就首先对吧 你看我们两个人的距离 已经在小一族看不到你了 其次 阿布尼单圈1分01秒33 你要说 球稳的一个路线确实很稳 包括你看 进入到第二圈的时候 阿布尼甚至选择 直接用弹过弯 我刚出了一个氮气球弯 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这个距离的话 有后背 后面的话 淑比还是一个表远的距离 这个距离想追的话 就有点难了 几乎就没有可能性了 这个开始一个ECO 这边是阿布尼 第三名 是最后一个蛋清延续 看一下 完了 就稍微过来 2分00秒68 那让我们恭喜涅槃阿布尼 收入本组第三名的成绩 让我们 接下来就期待吧 没错 第二组的话是进行到一个加赛吧 嗯 因为现在 在经过了两轮比赛 淡博都拿到了第一名 目前 不急吗 看一下 目前 经过两轮比赛以后 四个队伍的一个积分 嗯 灭盘现在是总积分5分 云居是总积分2分 淡博总积分10分 揭发总积分5分 那现在 灭盘跟接发是一个同分的情况 对 对